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于谦 咱们准时准点 又上这找您聊天来了 前些日子呀 我看了一新闻 这新闻说挺有意思 说有一个人呢 沉迷钓鱼 家里的事就都不管了 老婆受不了啊 就起诉离婚 开庭那天呢 原告和法官等着被告不来啊 左等也不来 右等也不来 打个电话一问呢 这大哥钓鱼呢 好感情连开庭都忘了 我呢偶尔也钓个鱼 但是没有那么大的瘾 没有说时间长了不钓鱼 浑身难受 还没到那地步 但是我得承认啊 我吃鱼可挺有瘾 时间长了不吃还真挺难受 小时候总感觉自个儿啊 写作业慢 脑瓜子不好使 听说吃鱼补脑啊 我就爱上吃鱼了 到现在家里啊 老有一些小学数学练习测呀 做做题 检查检查脑子好使没有 开玩笑啊 这个吃鱼其实不光能使人聪明 还能保护心脑血管 提升免疫力 最主要的还是鱼好吃 是吧 味道好 有些对身体有益的食材 味道不好吃的时候还挺痛苦 鱼不一样 既有好的效果 又有好的味道 所以说多吃鱼 脱不了 说到吃鱼 您可能觉得我要聊聊江浙湖广 梁广 是吧 或者聊聊重庆四川 觉得这些地方鱼米之香吗 吃鱼方便 那倒没错 这些都是好地方 但是提到吃鱼 绝对不能忽略东北大地 大家都觉得东北就是小军炖蘑菇杀猪菜 是吧 东北人是不是不吃鱼 吃章跑野路的差不多了 您理解错了 实际上真不是这样 您想啊 黑龙江省那叫黑龙江省啊 是因为有一条大河 它叫黑龙江啊 这条河仅次于长江黄河 是咱们全国第三大河 松花江呢 是全国第七大河 水量丰富 鱼的品种也多 尤其是松花江 它是弱减水 所以松花江里的鱼好吃 这说起来 你叫咱们聊聊啊 有一年我出差 在黑龙江省大庆市吃了一回鱼 当时正好是三月底四月初 吃的什么呢 吃的是开江鱼 东北的那冬天长啊 江面要风冻好几个月 冰冻的也特别厚 锯出来那大块冰 做成冰灯什么的那漂亮 你想鱼在那么厚的冰层下边 很难再找到食物 甚至很难找到氧气 很难受 纯纯的就是消耗脂肪 一斤半的鱼 过了冬 也就剩下八九两了 那北方的鱼长得慢 也可能也就是这原因 有点像青蛙从井里爬出来 是吧 白天爬一米 晚上退半米 考考你们啊 知道青蛙什么时候爬出来吗 爬不出来 因为我没告诉你们井多深 咱们接着说鱼啊 过了冬的鱼 脂肪消耗的差不多了 江面一开化 鱼船下去 把鱼打上来了 起锅烧油 吃起来特别鲜 而且香而不腻 今儿啊 我就聊聊大庆的这开江鱼 领大家逛逛东北的鱼米之乡 黑龙江省啊 其实挺有意思 几个大城市啊 都是民族语言的音译名称 都不是汉语的名字 就像什么哈尔滨呢 奇奇哈尔啊 加姆斯啊 就连牡丹江都不是汉语的名字 所以我就想当然了 觉得大庆应该也是民族语言音译的 哎 我想错了 其实不是 我们都知道石油是工业的血液呀 是吧 没有石油 国家发展的很慢 很痛苦 需要高价进口石油 二十世纪以来呢 国际上一直都有一个贫油的说法 叫做中国贫油论嘛 就是说你中国虽然面积挺大 但是你弟弟也没有石油 我们老一辈的地质工作者不信这些呀 新中国成立之后 他们就一直在全国各地找石油 勘探 打井 一直到1959年 在东北的一个镇叫做大同镇 在这个镇有一口井 就勘探井啊 就出油了 哎呦 那当时可是大新闻 知道这个消息的 那可以说是欣喜若狂 不光出油了 而且油的质量特别好 油而不腻 啊 数量也很可观 就这一口勘探井 一天就出油13吨 嘿好 了不得了 终于找着油田了 中国贫油论的帽子 快赶摘下去吧 所以有人就建议 这个油田就叫大同油田 在大同发现的吗 大同镇呢 是吧 哎 这个信息汇报给省里头 当时省里一位领导就提出意见了 啊 因为我们国家还有个大同 啊 山西省大同市 而山西这大同有煤矿 大同煤矿家喻户晓啊 那么这里再有个大同油田 恐怕不少同胞就会搞混咯 啊 最好啊 趁着这名字还没公布的时候 咱们想个新名字 起什么名呢 那地点就用不了了 那就用日子呗 找到石油的日子呢 离建国十周年大庆没差几天 十年大庆是1959年10月1号啊 看探警出油是1959年9月26号 就差五天 哎 这不是给十年大庆最好的献礼吗 干脆就叫大庆油田得了 哎 这就有了一块叫大庆的油田 为了采油方便 又有了大庆这座城市 那么当年的大同镇呢 也变成了现在的大庆市大同区 知道大庆的名字怎么起的了 也就知道他建成多少年了 每一次建过大庆 你减去十 是吧 你比如说建过70年大庆 那么大庆市就是建成60年 建过80年大庆 大庆市就是建成70年 整整齐齐 是吧 我头一次去大庆 那时候大庆还没有机场呢 得从哈尔滨机场坐车过去 出了哈尔滨的地界就看见啊 这越走磕头机越多 磕头机 有人不明白啊 这玩意学名叫做油粮式抽油机 他是运转起来之后 油粮一高一低 把油从地底下给抽上来 小时候呢 在农村见过这个压管井 您见过没有 其实他们是一个原理 只不过呀 石油没法靠人去压 哎 那么就设计一个机械 整片油田里数不清的磕头机 啊 没白儿没黑儿这么干活 简直就是一个油田里的小蜜蜂 啊 我记得同行的一个朋友 带着一个六岁的女孩 他小女儿啊 女孩就说 这磕头机是大地的缝纫机 大地哪有伤口 他就能把哪缝好喽 补好喽 嘿 我们听了以后还还挺惊讶 你这小孩是吧 天生这说话 他就有诗人的感觉 这语言特别美啊 想象力非常丰富 那么建议已经有了孩子的朋友呢 打小就记录你们家宝贝的这七四妙鱼 给孩子的成长呢 咱们也做个记录 那次在大庆啊 工作很顺利 事情也办得拖拖荡荡 当地的朋友很高兴 就安排了一桌庆功宴 哎 同时也算是送行宴吧 因为我们也快返城了嘛 带我们吃什么呢 吃了一桌子鱼 全是鱼啊 我们就去了这个江鱼馆 竹大就是吃鱼嘛 头一到就上一个生鱼 啊 他们这生鱼就得叫生鱼啊 这你不能叫刺身 因为他不是切成片直接端上来蘸点酱油吃 不是 上来的时候呢 我以为是土豆丝呢 啊 土豆丝居多 有点像北京的那个枪拌土豆丝 但是人家把那黑鱼的肉啊 踢下来 拌在这土豆丝里头 形成的迷到凉菜 吃的时候鱼肉和土豆一起吃 也不觉得是在吃生鱼 我倒觉得比刺身好接受 当然了 有朋友知道这吃法啊 说你用的是淡水鱼 淡水鱼 千哥不宜生鱼 有寄生虫 啊 这 其实淡水鱼不是不能生鱼 生鱼 比吃海鱼 这确实危险系数高这么一点点 所以吃的时候呢 你首先选用好鱼 哎要有好的做法 当然这些我不懂 没法展开了跟大伙聊啊 总之我是吃了 而且我觉得挺好吃 我还挺爱吃 淡水鱼的这生鱼 那您哪位有好的做法 麻烦您再留言教教我 是吧 吃完凉菜了 朋友说本地产的这鱼 种类挺多 一顿吃不全 是吧 但是呢 咱们三花都得上齐了 得吃全和了 什么才算吃全和了呢 原来啊 这黑龙江 松花江里的这个鸣鱼呀 二十多种 概括成一句话叫做 三花五螺十八子 三种鱼 名字都带个花字 五种鱼都叫什么什么螺 还有十八子 都叫什么什么子 啊 那种巷里边有一段叫找五子 啊 到了黑龙江 您轻轻松松 啊 您在黑龙江里头就能找着十八子 三花 先上一个叫尖鞭花 鞭花鱼 学名叫做长春鞭 啊 鱼子旁边加个鞭 老祖宗造字的时候 就发现这鱼太鞭了 非常鞭 就到了这么个字 这种鱼 脑袋小 嘴小 可是肚子大 扁了吧唧的 乍一看我还以为是武昌鱼呢 长得挺像 吃起来像 我们形容食材经常用一句词叫肥而不腻 我觉得鞭花鱼确实能做到 非常香 非常肥 但是又不是油很大 一咬一嘴油不是那样 所以我才说这个鱼配得上肥而不腻 而且呢不光肥 还占一个仙字 刚出水的鱼 那吃起来确实不一样 吃那么一口我就惊讶了 赶紧感谢人家朋友带我吃到这么个美味 哎 朋友说您这算什么 这您别着急 咱们继续吃 往下还有好些 接着呢就吃鸡花 清蒸鸡花 鸡花其实就是鸡鱼的一种 鸡鱼都吃过 好像似乎长不大 是吧 几两个一斤来沉的也就这样的 但是鸡花能长到五六斤 可惜就是不太好捞 因为它那品种吧 它是生活在水底 抓出来不容易 争得了端上来 香气满屋啊 跟着就是上了一个清蒸鸡花 鸡败的鸡 啊 这三花聚齐了 电影里有个三花聚顶啊 我们吃这个三花聚齐 是吧 鸡花鱼在三花里头知名度更大一点 因为这个鱼啊 分布很广泛 南方也有 南方叫桂鱼 桃花流水桂鱼肥吗 就是说的是这个鱼 这个鱼南方北方都爱吃 它香啊 这这么好的食材 清炖最好 调料多了 这鱼肉的味道就压下去了 就可惜了 这个灰菜里边这臭桂鱼 咱们近期也聊过 您要是有兴趣可以翻出来 咱们再来两口 是吧 三花吃完了 我这蝉虫也勾上来了 问朋友 您刚才说这五螺十八子什么呢 该上上了 咱们都尝尝啊 朋友也乐了 鱼老实在真不见外 五螺十八子上不起 一个鱼管啊 没法搞全了所有的品种鱼 基本上啊 当天打着什么鱼就吃什么鱼 不过已经安排了一道这个降温杂鱼 让老板呀 把今天店里边有的品种都放里头 吃的几种算几种 好家伙当时不知道 放的今天 这得叫鲜鱼盲盒了 吃的什么是什么 这我喜欢 端上来之后呢 确实是东北菜啊 有特色一大盆 估计着得有七八斤 女服员又瘦 端菜的时候走道都打晃了 走不稳 您就说多沉吧 里边的鱼呢 果然够杂 大的大小的小 而且小鱼还不少 看着他这这就是个鱼苗啊 这能吃吗 这个朋友给解释了 说千哥 五螺里边有三种螺呀 名气大 但是个头可都不大 非常小 一两左右 但是就是香 看着不怎么样 吃起来特别好 五螺里头还分别呢 俩大螺仨小螺 好家伙合起来办个巴西队 菜里头有个个大的黄色的鱼 哎我说这我认识 这是嘎鱼 朋友乐乐说 于老师 您说的这嘎鱼啊 我们当地叫嘎牙子 这个鱼呢也是分布广 全国各地都有 叫法还不一样 啊四川呢 叫黄辣丁 湖南呢叫黄鸭叫 您到各地都能吃着 我们这这嘎牙子也好吃 不过今天没安排 嘎牙子一般呢 吃小一点的 超过半斤了 反而还没那么香了 这一条呢 比嘎牙子大 不过这不是嘎牙子 我们这叫牛尾巴子 那带个子字啊 十八子之一 牛尾巴子 他叫当地土名 这鱼呢 学名叫乌苏里 拟长 那这名字有些绕口啊 当天呢 还上了一条烤鱼 就是松花江的草鱼 当地叫草根 啊 鱼是很普通 但是做法呢 人是坑口 这种做法是本地特色 一听名字 您就能猜到 肯定是跟油田有关 哎 因为那个石油勘探呢 是野外作业 没有条件给你置办什么锅碗瓢盆 所以烹饪手段呢 也就相对简单 甚至可以说原始 挖个坑 坑里烧着火 烤点玉米土豆什么的 烤个鸡肉猪肉 哎都正常 慢慢的形成了这么一种做法 当然现在肯定不在坑里烤了 都是气那么个灶 模拟野外火坑的那种样子 用来烤制食物 哎 这草鱼就是这么烤出来的 东北菜 菜量很大 啊 朋友又客气 点了好多 咱就没法一一都给大家介绍 总之 撑的了不得了 最后最后了 服务员招呼着 说是上主食了 啊 我说就别别别别的就别上了 啊 我真吃不了 朋友说 千哥我们这出大米啊 东北大米嘛 都知道好吃 您也肯定吃过啊 我们肯定今儿就不给您安排了 安排您尝尝我们这的贡米 啊 当年给大清皇帝进贡的米 我说什么米啊 小米 呦 啊 您这还产小米呢 不是小时候我们家 都是买山西小米啊 给老人熬点粥什么的 从来没买过东北的小米啊 朋友就说了想买您肯定是买不着啊 过去进贡不卖 当然现在呢 没有进贡的这制度了 可以买了 但是产量实在有限 只有一个村子的一块地里 可以产出这么好的小米 啊 同村的其他地离的都挺近的 种出来的小米 就没有这块地种出来的那么好吃 人家奇怪不奇怪 他这么一说 说的我还挺有兴趣 哎 我这甭管饿不饿 我也得尝尝 这一吃确实是不一样 好吃 啊 朋友让我泡点鱼汤到饭里头 我说那不成 至少第一碗我得吃春小米啊 第二碗再泡鱼汤啊 朋友乐乐 您不是不饿吗 您不是不吃主食吗 是您这一吃怎么停不下来了 那可不是吗 头回吃的这么好吃的小米 还得做成饭呢 还不是熬成粥 您想想不得多吃点吗 说到这贡品呢 再聊一个大庆的贡品 当然曾经是贡品啊 就是黄鱼 这种鱼最大能长到一千多公斤 您想非常非常大了 大庆的时候呢 每年除夕夜 皇宫的年夜饭必须有一道菜是黄鱼做的 皇帝要吃这条鱼那怎么办呀 底下人就得安排人抓呀 您想上千斤的鱼 那时候又没有大铁船没有巨网 那那那怎么抓呀 那我们国家有个民族 叫做西伯族啊 西伯族的同胞都是擅长射箭 都是神剑手 满洲人呢 曾经征调西伯族的弓箭手跟人打仗 大庆建立之后 一半的西伯人又去戍边了 到新疆去了 所以现在沈阳有一部分西伯族 新疆有一部分 还有一小部分呢 就留在大庆的松花江边 每年的任务就是抓到一条黄鱼 在除夕前及时进贡到紫禁城 从大庆到紫禁城 一千一百多公里 要走一多月 那年月慢呢 不如那月进贡车就得出发 一路押送 车上插着龙旗 沿途的官民一看就知道是进贡的 都得下跪呀 就这么严肃吗 但是说一千到一万鱼 你得先抓着啊 是吧 而且得越大越好啊 冬天松花江冻得死死的 那么老大个鱼 冬天肯定是抓不住 没法把冰面全凿开呀 所以冻冰之前 必须得抓着这条鱼 春天冰化了 就得开始找鱼 西伯族同胞一边日常的大鱼啊 一边寻找今年这条进贡的黄鱼 据说那时候的渔民出门就带一点盐 在江边扯点野菜就上船了 船上有锅有烧火的木柴 打鱼到中午就从鱼楼里抓条鱼 抛开了鱼取出鱼油 先把鱼油下锅 用鱼自身的油去润锅 锅热油热 从江里边舀一瓢水 那纯江水啊 那时候又没什么污染 这又不是直接喝 反正完全没事吧 江水倒到锅里头 鱼下到锅里头炖的差不多了 把早上扯的野菜放进去 把盐放进去 这就算齐了 等鱼彻底熟了 大伙围着锅吃 直接从锅里吃啊 没有盘子没有碗 那没有盘子没有碗 可不是就围着锅吃吗 有人就说是 千哥这不得喝点吗 是吧 大冬天去去寒气 好主意啊 好些个渔船上还真有酒坛子 但是因为船域的风浪 它会晃悠 所以酒坛的全是封着口的 要想喝酒 扎一根吸管进去 坐着喝 吃一口鱼 喝一口酒 姜水炖姜鱼 鲜 美 可是 您别听歪了啊 感觉大鱼喝 这日子过得挺美 其实不是 老话说 能上山不下河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能去山上讨生活的 咱就别去河里了 因为河里太凶险 讨生活很艰难 靠大鱼 天天喂饱了全家 就是挺难的一件事了 尤其还得抓这供鱼 是吧 为了捕获和关押这巨大的黄鱼 渔民就会在江边上挖一些特别大的池塘 每个几里地就有这么一个啊 池塘和河水是通着的 平时进出无障碍 但是要想关门 咱也有个简易的小水闸 哎 木棒子盯起来这么一个往出入口这么一插 哎 江水还能流动 大部分的鱼也是来去自由 哎 但是就是这黄鱼过不去了 夏天发现这么一条黄鱼 就用小船啊 从三边合围他 惊扰他 让他自己游进这池塘里去 进去了 哎 就成了 赶紧观察 这样呢 黄鱼还生活在这江水里边 但是想逃跑 那就没戏了 就在里边软禁了 虽然说啊 每天养活这大家伙也挺费鱼 得给他打鱼去呀 但是渔民也高兴啊 今年的供鱼总算是有着论了 直到冬天来的时候 松花江开始结冰茬了 这个时候迅速的抽干池塘里边的水 东北那是天然大冰箱啊 就把黄鱼给速冻了 冻住之后 就可以准备车马了 腊鱼签出发 直奔北京 这就是当年供鱼的故事 啊 这非常可惜的是 现在这黄鱼已经宾危了 啊 您要是发现了黄鱼哪怕是挺小的 蜜条您可千万记住了您可别给吃了啊 那可是犯法的事了 最好您上报有关部门保护起来 我呢 头一回吃开江鱼 哎呦 可以说吃的很惊喜 后来呢 又去过这么两三次大庆 吃到了更多的品种的鱼 什么做法啊 这都挺好 我们国家哪 地大物博 啊 尤其是像如今交通又方便 所以呢 我觉得大伙不妨也是多走动走动 其实为了一口正宗的吃食 我们到一个地方 我觉得不仅不能算浪费 反而是最应该做的 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这可是论语里的教诲 您说是不是 得了 今儿就聊到这儿吧 啊 说的全是鱼 有行家的话呢 您也在互动区里边留留言 把这五罗十八子的学名 给大伙科普一下 让我们大伙也长长知识 得了 今儿就到这儿吧 咱们下回再聊